但是中国革命啊 是一定要有 我们中国革命是什么什么革命 是中国人的革命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自己的革命 我们不去革命 我们等谁来帮我们的 没有人帮我们的 没有人帮我们的呀 你自己都不要 你自己不要这个革命 没有人说 我就帮你革命啊 我就帮你把中共赶跑啊 没有人啊 你说美国说 我帮你把中共赶跑 那美国他自己 他自己要赶 如果中共在他境内的话 美国说 那我可以帮你把中共赶跑 赶到境外去 没有问题 但是中共他现在是在 中华民国的沦陷区啊 不是不是在美国沦陷区啊 美国他不会说 我我为你中华民国 我我跑了中国 对吧 我跑了这个中国大陆 跟中共干账 美国不会这样的 这是国际的一个利益的所在啊 中国革命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啊 美国顶多是提供一些支持 这倒是可能啊 就比如说 像那个什么 像这个 二战的时期 二战的时候 帮中国啊 就提供一些 训练啊 或者一些资源啊 这些什么支持 对吧 但中国人革命 那真的是 中国人革命成的成果啊 主要是由中国人来享受啊 对不对啊 就比如说 你们家建个房 对吧 你们家要建个房 你不能说 我找那个 张三建 张三家里建个房啊 你不能说 我找王五 让他来帮我建 然后我 王五 建好了 我张三我是住在这里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就说 中国革命啊 就还是靠中国人自己 嗯 大家还 没有 如果中国人的自己都不努力 自己我们都 哎呀 我们就只能 这东西嘛 就哎 就那 那样 就是 嗯 我就 嗯 那个 嗯 嗯 我就是那 那种态度啊 就说 哎呀 这么 这样 革 那也可以 不革 也可以 革不革 都可以 怎么样 都可以 革命呢 我们就顺势的 就享受一下民主 不革命呢 我们现在 嗯 我们在中共的统治下呢 我们也就这样 而革不革命 跟我们都没关系 那你说这样的话 你都会 你觉得这样 你觉得这样的话就好吗 那中国革命就不成功不了啊 你说是不是 中国革命呢 没没办法成功了 你都没有这人 为什么中国人都 没有这个 中国人不需要革命 那么中国革命就无法成功 每个人啊 而且 而且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啊 他不是说中国 一部分人要革命 一部分人 不要革命 要革命的那部分人呢 他能够带领中国 不要革命那部分人 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 这是不对的啊 这是不对的 中国革命啊 他要取得成功 一定是全民的 什么叫全民 是全阶级的 就全阶级啊 当然是大部分阶级 整个社会啊 都要形成一股合力才行啊 然后才有全民族的 咱不能说光是某个民族 这个民族 而是整个民族的 然后呢 才能 去进行这个革命 然后这个革命 他也是要 要为了中国这个 能够更好 而不是说 以革命之名 去破坏 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一个 目前的一个情况 就是老百姓 他们的一个生活 不能以革命之名 去把它破坏掉了 让老百姓就生活着 就是说 反而就生活更 不好 要防止这样的 有这样的 这个这个 防止这样的一个 情统发生啊 就我们要 有这样的 就是说一定要防反 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 中国革命一定是 建立在一个 让所有人就是 过得更好的一个阶段 阶段上啊 所以的话 我们说这个 和平革命啊 其实也是 有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 理解 这个和平革命呢 它就是 一个目前最 就是说 目前的话就是 和平革命可以 是最 适合中国的 一个 道路啊 才能够 给我们 中国人啊 带来最大利益的 一个道路 所以为什么 我们选择是 和平革命啊 我们党 叫做和平革命党 因为我们党 确实是 高瞻远瞩 我们是能够 看到这个历史的 一个 发展的轨迹啊 而且我们 能够 对吧 以我们 中国全民族 中华民族 全民族 整个 全中国的 一个利益 为考量 来进行的 这样一个 和平革命 和平革命 它绝对不是说 要 以破坏 为主 就是说 一破坏啊 达成某些 就是说 一破坏 就把目前 那个 一些成果 给它破坏掉了 然后呢 老外现生活 又 要退 倒退 那是不行的 和平革命 在本质上 就防范了 这样一个 可能性的一个存在 我们就是 要保护 目前中国的一个 发展 一个水平 还有一个发展成果 在这样的一个 和平的一个 革命的一个 斗争当中呢 我们要让中国共产党 就是说 交权 我们要让中国共产党 有序的 或者说 立刻的 退出历史的舞台 将中国的 政治权力啊 交还给中国人民 那 中国共产党 它是这个 苏俄侵略 殖民中华的 一个代理人 而且 这个中国共产党 它还是 这个 封建残余势力的 一个死灰复燃 说白了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 它是 这个封建的 这个残余的 这个复辟的势力 借助苏俄 殖民侵略 中华民族呢 这样一个 历史的一个 悲剧啊 他们就借助 这样的悲剧 自甘成为 这个苏俄的傀儡啊 然后呢 他们就 这个搞历史的复辟 所以它对中国 确实是没有什么 那个那个 就是 确实没有那个 就是 确实没有带来什么 好的一些方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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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